嗨虎飯店 以前是烤肉版 今天邀請到的是我們今年2024春季的畢業生 然後我們請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我們從這邊過來好了 我是 叫講一位 就是什麼姓然後什麼名字這樣就可以了 我是Alex 讀機械系 我是Howard 我是光輝光輝奇 我都講一位 可以 可以講中了可以 都可以 我是910然後英語是Claudia 然後我是工業系 我是Rita我也是工業系 我是Sean我是111的 好我是勵志是台灣同學會會長 然後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在美國的求學的背景 然後所以像剛剛有聽到有機械系的 然後有工業工程系還有電機系 然後第一個想要跟大家聊的是說 是什麼原因會念那個科系 就那是從那個Alice開始好了 這是什麼原因 我們要可以從這邊順過去這樣 先講過就換下一個這樣 就想念理工科的 所以我沒有空間類 OK 所以就是你的大學和研究所都念機械嗎 對 然後 那所以那是什麼原因然後你就是要這個決定出國之後也是念頭的東西 就是你念喜歡這樣子 我是覺得轉換跑道好像有點困難 說的也是 非常合理 那那個Howard你覺得呢 你的背景是一直以來都是工業工程嗎 沒有其實我一開始想念資訊工程 資訊工程 對 你說大學的時候你就想念資訊工 對我是想念資訊工的 但是就是 分數到不了 然後那時候就填了一排資源 然後倒數第二個就是工業工程 OK 就剛好這個入學 就念工業工程 那所以你的大學和研究所都是一部工業工程 對就是工業工程 然後你也是覺得說這個要轉換系困難 還是說你念也有喜歡 因為有多出興趣 就是還OK 覺得這是一個還不錯的 科系跟工程 了解 填詞你呢 你也是一直都是工業工程嗎 大學 大學就是念工程 那是什麼原因想要念工業工程 那時候我今天是一類組 然後就是覺得一類組工作 聽水不太 就是沒有很高 你說高中的時候是一類組這樣子 對高中是一類組 那你高中的時候就是有考慮過什麼科系 就是想說就是不要選工商 就是商連 你說不要選是不是 不要選 沒前景這樣 就是精神到中間這樣 所以就選歌 看起來比較簡單 然後念了工業工程之後 你會覺得有興趣這樣子 對 然後所以你就大學然後研究所就繼續念這樣子 然後 那學員呢 所以你之前就高中你也是一類 對我也是一類 所以那時候其實還有考到學的時候還有考的法律 對 你那時候有考慮過要念法律 我那時候其實又入職然後那個一個人在學 但是因為剛好我也是在考慮下這 你法律是上來的 中原沒有法律是不是 有 而且我那時候沒報 沒有報 OK 但是如果有上的話然後在工業工程和法律你覺得你會選 我覺得法律感覺蠻那個蠻硬的 我覺得法律感覺蠻那個蠻硬的 然後後面就是可能路就是那樣子 就公務公務員然後或者是 從政 那個什麼 OK所以那個 你的話是背景 你是一直以來你應該是就是二三類對不對 之前 我原本就是二類 OK 然後我一開始 所以想問你那個什麼你說你是二類然後你那個什麼 考的時候你就考 電機嗎 我原本的志願就是電機 電機志工 電機志工所以你有考慮志工 原本在考慮看沒問題不過我上次考慮是電機 電機 然後 也不知道算入習 我後來變成compute engineer 所以一路從 大三大四就開始分 中原是叫compute engineer 中原沒有分東西 沒有分 中原都在電機跟電機 都沒有 OK 然後 然後最後就 反正無論如何就走到中間的交際 其實來這邊就是可以選 那個compute science compute science 但沒有選也算 不能說遺憾就是 是消可惜 算 算也沒有說真的 但compute engineer 來這邊的最後的專業是compute 算 專業名字 應該叫EC 對 EE然後來這邊可以選 就是你說可以選EE也可以選CS 就是工業工程 那你 compute engineer 你們來這邊有其他可以選嗎 還是 就是只有一種 就是工業工程這樣子嗎 機械應該也是只能選機械是不是 還是你有別的可以選 可能除非 因為我遇到之前是 可能在 比如說像 那個 何寬他是唸 在台灣是唸 化工 可是我們學校沒有化工 所以來這裡就變 變材料這樣子 或者是 也許可能可以選化學系 但是 但是就是 你可能就被迫要選 別的系 可能會變 這樣的感覺 然後下一個想要問大家 是就是 什麼原因決定要 來美國唸 唸這個學位這樣子 我們就從這邊過來 好那我先講 就是 什麼原因要念這個學位 就是 當初出選資源的時候 應該說 我大學 原本入學就有考慮要出國 大學的時候就有想 當然 我應該不能講 講了不然人家退校 沒關係你講 就是我原本要去做那個 Perdue上面 他們現在還有嗎 沒有 這個可能不能講 沒有 他們其實是這樣 2018年的時候有機械系的學生來這邊念那個二加二 然後可是那一屆之後就沒有了 那所以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是可能也許 學校的funding移動還是什麼 就不確定 就後來就沒有 我不清楚 在這邊的 我找Perdue那個是 是教授 對 退休 退休 退休也確實沒辦法 對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本來要去讀雙年學位 後來就是 後來就是可能那時候英文完全沒資費 高峰畢業 所以我就沒有 那來到這邊然後 當初就有考慮說 研究所 因為那時候 大學沒有雙年研究所 那那時候就說他要不要研究所雙年官就去考 所以原本其實你考慮的是大學的雙年官這樣 對 後來就改考慮研究所雙年官 那 最後就 最後就是 因為後來我成績 成績就只有維持 那時候就在考慮說 研究所要去 讀 讀其他台灣的其他學校 還是要讀 要來這邊 最後就下一個很滿層的決定 就不來了 OK 那可能算是 體驗文化吧 跟那個 正房間 真的是 真的是這樣子 沒錯 到底是好事壞 沒有辦法聽出來 因為 畢竟 畢竟我現在是在剛畢業 對對對 至少我覺得不會 不會真的很後悔 至少有些收穫來到這邊 Sums out 一票 學員你呢 我其實原本沒有 完全沒有想說要出國 要出國 對 我那時候就是 在動員時加營 大概六七月會畢業嘛 然後三月的時候 要一直 拿過頭 我就跟他一起去 推坑這樣子 在這邊的收集會 然後兩個人 突然來好了 了解 所以 那所以你那樣的時候 你是4加1 所以其實你 並不是在1加1的扣管 是這樣的意思嗎 就是 應該是說 大學是4年 然後原本 如果正常是 台灣碩士上面 台灣碩士上面的印 但是因為 理論上應該是 去年就要來了 但是因為 去年的時候 前年就要來了 然後但是 是前年 你就會等他們這樣子嗎 就是對 就變成往後退一間 因為決定要來的時間太晚 因為時間錯過了 對 我是3月的時候才決定 然後跟他們那一屆 就在於是 他們是 那一年 所以你本來是要跟他們 那一屆 其實應該是跟他們 就是 決定也太晚 所以才會往後退 往後退一屆 所以 其實我剛剛問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 你們這個program叫 1加1的Dual Master 所以你 你這樣的意思是說 如果是在4加1 這個program的同學 其實也是可以申請 那個方式出來 其實只有program 學校推廣都是4加1 喔加1加1這樣 OK 只是說如果碩士才進來的人 他也是會算在那個 加1加1的部分這樣 所以是額外的報名嗎 是這樣子嗎 對對對 OK 並不是說你入學的時候就決定你可不可以 參加這個program OK 那感覺就是 有照顧到比較多的人 這樣子 不錯 那那個填詞你呢 其實 我也是4加1 然後那時候也會選 你就是跟著他聽的同一場那個嗎 就是廖維者 還是廖維者也問你 要不要出國 12月 大概12月吧 應該 應該跟泰詞維這種 那是同一 就是有一次那個誰 那個泰詞維考過啦 對對對 就是那一場 所以你們都聽了同一場 只是那時候你們不認識 我認識泰詞維 所以泰詞維慫恫你一聽 這樣子 其實因為他在很久之前就說他想要參加這個場 OK 所以就是有聽到他講這件事情 然後就覺得好像不錯 然後就跟我們討論一下 然後我們覺得 你跑來可以去 那那個辦這個的是不是 就是 講這個的是算是你們學校裡面自己 自己的就是那個某一個 就比如說program的代表出來講這樣子嗎 還是他有請說 這個 以前的學生來講 還是什麼叫做 國際處 就國際處的負責這樣子 國際處是鄧老師嗎 那時候鄧老師講 OK 所以就聽到了這場演講 OK Howers也是這樣嗎 對 但是還有另外一點 就是說那時候就是在做計劃 那時候也是在 要畢業的那些 要寫那些論文 做計劃的時候 因為我帶我們那個學長是台積 退休的學長 所以 因為他帶我們的時候就 常常我們 就是 常常就是 很廢啊 沒有說好之類的 那最後就覺得說 其實做計劃就覺得 好像 就是 覺得他的眼界就是比較光明一點 就看的比較 就是看事情都比較寬廣 就覺得說 那或許我們可以 來美國試試看 所以說他也來參加過這個 他不是 他是 他是很老很老的 很老很老 但是他是在台積 所以他也很常看到 不同國家的人 就覺得可能可以透過這個方式來增加一些 人生歷練 增廣建文 還是增廣建文 就用這個一年的時間 也是短短的 所以才想說來 Alice呢 我嗎 我想很久了 因為我說自己是 多半兩年 所以你已經完成了 該完成的完成 然後那個時候是 我記得是很後面的 時間 因為我有聽那個誰啊 Aaron 那個今天沒有來的 他說要來 然後 可是之後就寫論文 都沒有 把這個放在心上 然後一直到差不多快寫完 然後 也快要到申請截止 然後說 這次不來 以後就沒有機會再強述在國外 或者之類的 然後就說好啊 那就去一下 就申請一下 然後就上船 上莫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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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OK 不錯 然後接下來想要問大家是 你覺得在美國 因為像你們在台灣都有唸過大概 至少一年以上的碩士 那你覺得在美國唸碩士這件事情 然後和台灣唸的差別是什麼 我們就從那個好了 就從 那個Howard開始 這樣過來 再輪回來了 OK 這個問題非常的難 你要pass嗎 差別就在於我覺得 比如說你覺得不一樣的地方也可以 OK 英文唸課 就變英文 這你覺得很吃力嗎 就是英文全英文唸課的話 比如說你適應的時間 大概多久你適應 也還有 台灣的時候其實 因為至少是同個領域 也就是練武奇才這樣子 也不是說練武奇才 就是因為你在台灣的時候 因為至少我們不是說什麼念功功然後翻 我念個字功 就至少那些名詞你認識 因為平常就會挺多 所以那個陣痛期其實就大概一兩個月之類的 或者也要看課 大概半個學期這樣子 對半個學期差不多 然後 但其實比較不一樣的是覺得 在台灣念書的時候 有種感覺就是 一個人在念的那種感覺 就是不然在課堂上也好 就是大家都是 各自 各自分 各自盲各自的 各自盲各自的 然後下個就下個 那在美國的話 就比較像是 就是大家一起在 一個 team的感覺 一個team 對會 就是那種感覺上 但是 我變成一個team 我還確定 但是 但是我也是這樣子 還是有點差 了解 那填詞你覺得差別 差別 差別就是 英文嘛 英文 修課 但是台灣的話 我們就是需要寫論文 那這邊是 這邊有option啊 你可以選 你可以選 我就覺得就是 就只需要修課也好像壓力很大 我覺得 修課 對因為少了個論文就等於說 少了一些論文 需要做論文需要做的事情 論文 對對對 因為那個什麼 之前 我記得好像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其實 以前是都要寫論文的 然後後來變成有那個論文 可以不用寫的這個方案 然後就變成說那個 學成進行就比較快 因為以前的學生來 因為要寫論文 所以我覺得大概都是 你來大概就要1.5 要2年 你才會把那個東西完成 然後後來就變這樣 差不多就1年就可以結束 那學員你覺得 對 對 輕鬆很多啦 OK 所以你覺得主要差別是這個 然後其他比如說 課程上的強度啊 或者是說那個 授課的內容啊 或者是 等等的 差不多 差不多 同儕的這個水準 差不多 差不多 沒有很明顯的感受 沒有很明顯的感受 比較明顯的差異就是那個論文的部分 對 可以選擇 想了你呢 我基本上跟他們講的差不多 你只要克服英文那個坎 所以你 當初就是可能反正來之前就考完就對了 盡量啦 那反正我來的是我沒有遇到什麼 就是 我唯一遇到困難就是 那個 在課程的中間啊 好像其中考完就範一個那個架 第一次遇到那個架的時候 我想說怎麼沒有人來 沒有人來 Spring plan 那個時候我就想說沒有人來上課 我後來去了一趟 我想說校車上面沒有人 然後直接還在那邊跟我聊天 然後想說怎麼那麼特別 然後後來發現什麼 好像沒有上課 就是唯一就是 上課題之上的不同 然後周數也比較短 對 老師 對 還要看你是華人的老師 還是你是非華人的 華人的可能就是 你吃進去的東西就跟你在台灣吃進去的東西 就是你會吸收很多東西 那 但這邊就比較講求比較基本 精實 他會要求那個打地會講得很好 台灣感覺就是 會比較發散 就是 範圍範圍會更大 會比在這邊的那個量更大 可是實際上 實際上你的 功課量跟那個 所謂 知識涵蓋範圍就不會到 台灣就不會那麼深 可是在美國這邊 就是他可能會一步一步都打地 就是像 某個數學公司 就像 我舉個例子 就像 我這邊學的 communication system 他就是會講 負利業 負利業應該大家都知道 不知道大家都知道 反正就有學功課 反正那個負利業 負利業這個東西 這個老師講了 三四幾課 然後我們那時候 真的是算到已經 會變成負利業達人 真的是 大人的負利業 就是滿意的 對 但 燕哥說起來 實際上他不會到很難 然後 同學的強度也不會到 太強 你也不會覺得特別 不會覺得你自己很笨這樣子 對對對 可能你也可以 怎麼講就是這邊文化就是 可以多舉手的問題啊 也不會到真的很多舉手 對 會有一些domin question 了解 所以其實就 其實就文化 文化不一樣 文化不一樣 Alice你覺得嗎 我覺得我的意見跟他們好像都相反 不相反 那他非常好可以提出來 你覺得很難是不是 我怎麼都聽不懂 那你覺得聽不懂是因為 那個內容的難度還是因為語言 內容是一個部分 然後語言是一個部分 他們講話都批批批批 那你覺得你大概花多久的時間 語言比較 跟上 前兩個月 就是有些老師會有那個 錄起來 視訊錄起來 我到回去看 重複播放 講什麼 這樣子 然後 因為他的課很多都是 學術很開的 然後我就覺得 他們的學識怎麼講 好像什麼都懂 然後問題又一堆 一直舉手問老師 然後我也聽不懂他在問什麼 然後 有時候老師會稍微關注一下我 然後就說你有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我還沒辦法問他 這樣子 我老師最常講的 每次都是 問我說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 然後我偶爾沒有什麼 我就點什麼 因為也不知道他要認什麼 我覺得 我覺得課程難度上 有比較難 然後再來就是 英文他們都在講得很快 對 不過有一個比較好的 是我發現他們的 課程的 算多元 就是他們有一些 很特別的 就不是那種 純學術的課 所以比較應用一點是不是 算 對算應用 因為我修有一堂課 很像那種 短期的產學計劃的感覺 就是他我有一個sponsor 然後可能給你一台 他們公司的產品 然後 叫你們說要 有什麼可以改他的 什麼可以讓他變得更好 所以 他就是一個學期中短期 喔 對 然後 因為我在中央沒有看過 新設的課程 應該還有其他的 其他的那種 應該還有其他更多多元性質的課程 就還蠻奇特的 所以你就可能可以你就有機會選到那些 比較有趣的課或者是 對 不是那種純學術理論 OK 要活用一點這樣子 好 下一個是要問大家說在留學期間 比較具挑戰性 你覺得具挑戰性的 的事情或幾件事情 我們就從填詞開始 然後往後面過去 人人都有最後按最先的時候 你覺得你需要pass嗎 先去pass 好先pass 先pass就是下一題就是還是會你這樣 但是下一題是最喜歡的事情 有什麼這樣 有挑戰性 在美國 所以先從最 先最有挑戰性 有挑戰性 我覺得是跟 美國人聊天 跟美國人聊天 就是他們很常就是 你說講話的部分還是聽懂的部分還是都是 我就是 講話就是我不知道 我要什麼回應 回應上面會覺得 就是他就劈發講了 然後我們就說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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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都會這樣 You are right 很方便 就是很方便 不是我不知道要怎麼講 但是我想回應他其實都有一點點的問題 OK 對就是我聽得懂他在講什麼 但是就是OK 那你覺得這個事情是現在你還覺得巨挑戰 還是說可能也許是你來 大概多久之內你覺得有巨挑戰 到現在還是有挑戰 就是還是比較習慣就是 人家問我們問題 變成說我們去分享什麼東西 這樣可能就比較好 其實一定會有一點射通 可能吧 可是等一下問你問題 那你說困難的部分是說 我要叫你講話 就是我覺得有時候很難 一來一往 一來一往 就是永遠都是要把我講超級 要把就是對方講超級 我很難讓一個 一段對話一直往下走 OK 所以你們昨天晚上聚會 你有覺得有這個困難嗎 還好 所以跟死人的熟不熟有關係嗎 也有可能 或者跟我講話的那個對象 他 會不會帶話題 會不會帶話 因為我覺得有 對對話題上可以一直講 OK 不然很難主動跟美國人聊天 我就是很困難 所以你說跟美國人聊天的話 那你有限定說一對一嗎 或多對你一個人 還是其實都差不多 我覺得是都差不多 差不多 那Alice你覺得 跟他差不多 也是跟美國人聊天 我覺得是聽的部分 聽的部分你覺得 就是 有時候上課的時候 有些教授可能會講比較慢 可是當他們開啟正常語書的時候 就開始不知道第一個幹嘛 對 然後對啊 有時候我也不曉得怎麼聽懂 也沒有說聽懂的人去 不然就是我很常叫他們在講一遍 在講一遍 但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這個有時候蠻常發生 美國人自己也會可能有時候會說叫你再講一遍 就他可能 但是以他的情況他可能是發呆 就是可能不是說這個語言上面的物質 因為畢竟他不用你這樣子 對 或者是但有時候也有 我覺得跟大小聲音有關係 或者是說如果很多個人 因為很多人也許不管你的事的時候 然後你要插嘴的時候 也許你就不會太認識 但是如果今天是 講話對象主角是你的時候 你可能就不要認真聽你的講話 有點像你在聽電視新聞那種感覺 你覺得挑戰 我覺得基本上他們講都差不多 就是一個文化的問題 文化是不是 你也不知道他的聊天的那種方式 就是怎麼講 這邊的聊天方式跟在台灣 那種亞洲圈的聊天方式 有點差異 你的聊天的 你的聊天拋出話題的方式 你要怎麼去回應 那這邊就是很常會說 Oh sounds good 然後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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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這種其實很常見 就是在台灣 台灣也會有 其實台灣 台灣好像 幸福一點 又是有傳一樣 台灣不會說sounds good 對 然後 對呀 對呀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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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那邊就是微粒這樣子 對 對 因為想像他們還要 就是他們對話又有那種想像 蠻好捧 所以會一直讚美 好讚美 他們這邊讚美的那個 世主跟那個在台灣的對話 基本上台灣人講話 所以說 我覺得很好 很好 你講得很棒 然後一直從這句話 那你有覺得很開心嗎 就是一直被稱讚 不是一直被稱讚 快稱讚我 更多更多 就是不太好繼續進行那個對話 那個對話就是 你可能原本要講某件事情 講了三分之一的時候 他就開始在稱讚 然後你可能講的講的 你講不到二分之一 然後你可能就已經清楚了 你的時間已經花掉一大半了 所以就是 怎麼講就是 對話的方式 沒有到那麼習慣 那也 就是你也 一方面也是說 預言 讓對話上 你也不知道你要講什麼 那 甚至是 假設如果還在中文轉英文的話 那個思考裡面 對 所以可能就 真的是 視乎他那種文化 對話那種 對 所以我覺得很大的挑戰 了解了解 學員你覺得呢 有挑戰的部分 也是對話的部分 就是聽懂他要講什麼 然後跟他一起做正常的對話 然後我就會 我反正想要說什麼但還是算的這樣嗎 對 反正我就會開啟聽眾模式 聽眾模式 然後他就開始一直講一講 喔喔喔喔喔喔 然後就 嗨 你就是在分享你去教會的那個感想 我問問你我就喔對 可以就是怎麼樣 然後就回答完之後 就是 喔喔喔喔喔 你說的都對 天使的你覺得 就是 因為我之前有去 對 然後就有很多印度人 印度 或是說就是講英文 他口頭就比較快一點 所以有時候我就是 聽不太懂 就問他說 可以再說一次嗎 那當第二次他就說 第二次我還聽不懂 我就跟他說喔 耶耶 我就不曉得他在講一次 因為你這個腔調再講十遍也沒有 我有 我很怕他神經 然後又 不曉得 喔耶耶 他說 我在問你問題 可是那你覺得是 口音的問題就是對你比較是挑戰性 還是你覺得你跟美國人的話 像他們是講跟美國人的話 可能是挑戰性 那你覺得 因為你剛剛例子是印度人嘛 然後如果你今天跟對話對象是美國人的話 那如果他講很快的話 就如果還是一般語速啊 不一定是很快 就還行 就沒什麼困難 就除非他講三組 OK所以如果今天是美國人然後他 自證腔圓 然後速度就是OK這樣的話你就比較 沒問題這樣子 就可以讓他称讚這樣 脫胡提依他 脫胡提依他 了解好 那我們下一個是 在美國留學期間喜歡的事情或幾件事情 那就從你開始這樣 讓我來 不讓我 換一個 他的事情是 我們都會去禮拜五晚上都會附近去叫人家吃飯 然後我就覺得那個聚會主義還蠻多心的 溫馨的 雖然我們不是基督教徒 就是覺得他們人生超級好 他們不會因為說我們不是基督教徒 就是在異國的這種溫暖這樣子 我覺得這蠻重要的 那你覺得 講一早啊 等一下我先PASS 好 我喜歡的其實沒有什麼特別喜歡的 我來這邊就感覺 我覺得 就是除了語言上的不同文化上的不同 事實上專制其實還要差很多 就是除了出此之外 就是大家還是 上班的時候上班 下班的時候下班 對 就感覺好像你就是進入他們的生活圈 意思不過就是其中有一個分子 你也不會覺得說 你不會覺得說他們這個 特別像外國人特別厲害或是什麼樣 你覺得好像我在台灣在路邊看到這個 反過來在美國 他們兩個 不會有分子上感覺這樣的差異 所以如果說人或者是學校都 就是先不提的話 比如說城市啊 或天氣啊 或什麼 這有讓你喜歡的嗎 或食物啊 或者是 就是各式各樣的 美國的東西 因為跟台灣也是蠻不一樣 就是有沒有什麼東西 是讓你覺得 你覺得來到這裡是 你發現這是新的東西 然後你是你喜歡的 我覺得 我覺得差不多 甚至應該說吃的方面 除了貴的點 對 所以說貴的點以外 就是沒有什麼好調節的 因為貴的點這樣不好 對 那天氣的話就是真的 現在這個時間點就不舒服 喔對 冬天就不舒服 就是生活上不會覺得特別不好 就是覺得說 無論如何 就是你還是在一個新的層次 在一個新的環境 嗯 嗯 就是享受每一個moment 嗯 No Complaint這樣子 對 No Complaint 雖然沒有覺得特別好 也沒有覺得 看也不會忍住 了解 Alice 你有什麼喜歡 比較喜歡的地方 他們這邊 讓我最羨慕的是 什麼沙灘嗎 還是什麼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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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來講的話 他們整個生活的氛圍 氛圍 對 你說節奏是不是 還是說 還是他們人的一種生活態度 態度也是 然後節奏也是 因為他們就不用加班 然後很早就可以開始那邊玩 然後可是他們玩的 他們的娛樂感覺又讓人很 他們真的很沈浸在那個氛圍裡面 就是去看球賽啊 對 或是平常的那些市集什麼的 都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是真的很享受這個 那個情況當下的事物 然後就覺得在台灣很少 很少看到這樣 嗯 也很少那種 那種氛圍 真的像台灣的球賽就 沒有辦法 連觀眾都坐不滿 然後在那邊的球賽就是整個 喔 他真的很 要怎麼講 愛護 Respect自己的地層次的球隊啊 球隊啊 他們的向心力都很大 然後還有像 那種 像畢業典禮的時候啊 也是每個人都是很愛笑的樣子 對 嗯 這我同意 我覺得確實 他們就是他們很 真的很愛惜 也很享受那種自己身邊發生的事情 嗯 好讚 好結果 對 這這我覺得蠻不錯 你覺得Howard 都快被講光了 都快被講光了 你可以講殺他 你可以講殺他 那其實他不好就是 因為來這邊就看了 你知道這邊的MLB跟TA嘛 那時候看了 就是感覺就不一樣 就是到底 那個氣氛這樣子 是下班五六點 還有一時間去那邊看球賽 被還坐完 在台灣應該不可能會發作 然後你看 沒有五六點在下班 沒有在五六點在下班 下班都說天黑 就是想回家而已 但是美國這邊 就是他們的Walk Life Fans 我覺得算做什麼 即便他們要加班幹嘛 對對對 你可以馬上把你自己丟到另外一個環境去 對對對 或者說他們六個真的就是 休息 然後你看海邊就這麼多人 大家就是在那邊曬太陽 就是很有hang out之類的 所以就覺得 有助於那個嗎 就是調解身心 對我覺得在調解身心上面是真的 蠻好的這樣子 但是對 就是覺得說 比較喜歡這邊的生活保持 對跟台灣真的相愛 了解了解 選人你想到嗎 有啦 我現在是想到 我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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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化妝水罐 然後在台灣賣錢 然後在這個人買花開 哇 擔心 我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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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五 黑五 然後就是 就是大牌的 對 就是感覺打著 有在認真打 對就是不會像台灣 然後打九折 九折八五折 八折不能再低了這樣 沒打 對 對 對 這個 購物的部分 非常好 下一個我們想要請大家分享 就是如果你有在美國旅遊的話 有沒有這個 你特別喜歡的一次旅遊 或者說旅遊的內容這樣子 那我們就從 學運開始 學運開始 然後 然後 然後往那邊過去好了 你是 是旅遊什麼最喜歡的 你可以印象深刻的 你也可以講說你 不管是好的壞的都可以 然後你也可以講說 旅遊裡面 比如說哪次旅遊 你有什麼東西很特別喜歡 那個或者是說 旅遊的時候 比如說你吃到什麼看到什麼 這樣也可以 就是你喜歡的部分 就是分享旅遊的大小事 我印象最深刻應該是去 Orlando Orlando 是第一次在美國 那也是 那是哪 是Sandsgiving嗎 對 去年Sandsgiving 然後 而且那是 NASA的 對 所以那是 但是 我覺得最好吃的應該 加哥吃火鍋吧 哪一家火鍋 喬琳 喬琳 OK 大概就這樣 好 我現在就從流淚來 我現在就從流淚來 大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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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那個隱成在後 給我放回來 然後 你就可以走到 對 下面有人嗎 可以 OK OK 但是警衛還是會過來幹 OK 有警衛這樣子 就怕你跳下去 怕你老闆 怕她等一下有多的工作要做 可能就不老了嗎 然後但是就是這個很熱 這個時間點不太熱 太熱了 可能也許冬天的時候比較好 天使你有什麼想到旅遊 有蠻多的 太多了 這8個月來我們去了紐約那個地方 華盛頓這一層 那下面的話就是歐洲 然後再來是加格 然後西班邊的話就是Los Angeles跟Los Vegas 然後這幾個地方我都有去過他們湯人 是不是都不知道 China湯 那邊的東西其實都蠻好吃 然後都是去那邊吃燒辣那邊的東西 燒辣 OK 然後今天是每天都沒有採點其實都還不錯 然後又去他們的地鐵站 然後我就覺得LA那個地方真的是 不是人住的地方 怎麼說 我們可以去紮地鐵 就是還可以遇到有人在那邊上大航 然後整個我聽他講的蚊癢 就是覺得很臭然後就這樣 然後就覺得威斯康西之後也很嚴重 對 然後我們原本以為加格是一個男人 然後紮地鐵之後會覺得他們被比台灣還要破 然後就覺得那就是這幾個城市我覺得我最喜歡的應該是華盛頓 華盛頓 蠻乾淨的 那請問你的燒辣哪一間最喜歡 我覺得是芝加哥的耶 因為芝加哥的燒辣是不是 那是最好的 OKOK 你是吃Chinatown的那個什麼那個裡面的燒辣嗎還是 對 OKOK 你覺得How 就是也是去這麼多地方 其實大家都是旅班 其實都是去一樣的地方 所以其實我還是我也是比較喜歡 我是覺得我是喜歡東岸 東岸比較喜歡 即便是紐約 華盛頓 那華盛頓如果以城市來講華盛頓也不對 對 然後但是東岸我是覺得都整體來講 東西安比的話我覺得都比西安 因為LA真的是 一個就是會塞車 雖然我們沒有一直在告訴我們 但是已經可以看得到說 這個地方 對對 然後再來你說環境嗎 真的是很多帳篷 然後真的晚上是不太想要出去 因為那時候我們去LA的時候 我們每個晚上 基本上每一個都搭電車 就是連大眾去衝過去 只要天黑我可以 所以那時候車被花了很多錢 所以就是那個環境真的是很 比較糟一點 不太適合生活 但是如果你說以紐約 就是你大陸在講紐約又會比LA後也還好 再好這樣子 對 雖然之前好像也有說 就是好像更糟 但是我們去的這次 去的會覺得還好 就意外的感情 所以會也是比較喜歡東岸 但是如果以整個生活跟工作來講 沒話題就是最好 沒話題不錯 對對對 比較下來是這樣子 了解了解 Alice 你呢 我的意見剛好多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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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杉磯他們的電影工業就是 讓人很著迷 可是他們的城市是 好慘 很慘是不是 慘不能賭 慌鮮亮麗 你覺得是目前去過裡面最慘的一個嗎 我覺得他跟紐約都算是 熟一熟的慘 熟一熟的慘 但是他好像在慘一點這樣 很好嗎 我覺得比LA好 比LA好 帳篷沒那麼多這樣是不是 兩顆爛蘋果一樣 漂流 漂流 然後裡面 我去過的城市裡面最讓人那種 放心 快樂又放心 對對對 就是華盛頓跟邁阿密 邁阿密 對 對 他們就是 我只能放棄就是 你晚上也可以輕鬆出來走 那種 那種心情 溫洋 然後他們城市也很乾淨 對 然後 華盛頓是比較 欸 就是比較 安靜溫洋的那種感覺 邁阿密就是很熱情很熱情 可是他們幾乎都沒有流浪汗 比較少流浪汗跟其他城市比起來 比較少流浪汗跟其他城市比起來 太多了 嗯 對 然後 對他就這樣 OK 翔恩你覺得呢 問題是說在美國旅遊的大小是讓你比較有深刻印象的 對 旅遊的話其實 就是 就是 我沒有向他們走那麼多地方 對 好像這樣 像我前面好像講的好像不會很難 因為他們給我花蠻多時間在看 對 那 說 所以我玩的地方其實沒有他們那麼多 但 我覺得說 是 如果要說最難忘的話 嗯 不過你去 你憋一點你後面去的他們 那些地方其實他們都沒去過 對 就是 加拉瓜褲褲啊 然後 明仁堂啊 就是那個 藥魂明仁堂啊 沛夫來 沛夫來 然後 還有去 對還有發貨龍 發貨龍 在瀑布 那個 那個 大祭司啊 嗯 對啊 就是 但我去的 但我去的也是另外一個程度的 蠻多地方 對 我覺得 最震撼的還是當初我去 我去那個 國慶的那時候 喔 我去看到那個 如此愛國 愛國 他們在前面喊中華民國萬歲 就是 真的是 真的是 想都沒有想過 我在台灣從來沒有聽過有人這樣喊 而且他還特意跑到你面前喊 因為這時候我們在舉國行 對 就是 怎麼講呢 就是在我們台灣跟在我們那個 所謂的愛國情操那種感覺 完全不一個級別的 這個 這我非常同意 我覺得好像海外的台灣人好像特別的 這個 對於台灣的歸屬感感 感覺特別強的樣子 對 對 就是如果要說最難忘的話 我覺得 那要說最好玩的話 我覺得走來走去 最舒服的話 肯定還 你挖屁最多 當然 如果要說好玩的話 那其實各個地方都 像瀑布其實 真的說壯觀是很壯觀 那你也可以去享受在下面 就是那個船 你就是那個瀑布的那個水群會往你也上 洗臉 穿著雨衣也長不住的那種 大概就這樣 是不是基本上可能要穿泳衣了 那你應該沒有辦法防水 沒有 他那個雨衣就直接是 基本上那邊的外國人一種是 就讓他死 第二種就是 我就什麼都不穿 穿著一個內褲還是穿著 輕薄的這樣 輕薄OK 對 不然 不然就是一定死啦 一定死 如果你要在下面換一圈必死 必死啦 確實 好 我們下一個也是倒數第三個問題 是如果重來一次的話 有希望改變的事嗎 這個其實跟下一題 給學弟妹的留學建議可能有點像 但是可能這個 這可能跟自己比較有關係 就是你自己 也許你再來一次 你會想要改變事情這樣子 那我們就從祥恩開始好了 這樣過去好了 你覺得你如果再讓你從Day1開始 或者甚至從台灣還沒出發之前開始的話 你覺得你有什麼東西想要改變 會讓此時時刻你覺得 那個是一個值得做的決定 來這裡真的是你要做好時速的準備 如果你只要年年的話 跟我們做這些事情 就是你來之前就要設好你自己 如果你真的是一年要畢業的話 然後你想要留在這裡 那個時間點就要準備好 然後那個時間點就要很充滿 就是你所謂的水土服服那個時間點 要想進化客 那個時間也要做 對我來說客業是沒有那麼困難 所以可能理論上那個時間點 真的還想要找工作 對阿就是大概就是可能就是我當初可以先 對有點 沒有到後悔就是小可惜 我的雙學會就看起來真的是這樣 喔不一樣的 對就名字上的不太一樣 對就是大概就這樣一點 OK 學員你覺得呢 應該是來之前 這個獨立是比較口語 口語是不是 對因為其實之前 因為沒有小時候要出國 然後那時候在台灣 然後我可是再來考 所以 然後那時候都沒有 完全沒有在注重口語 然後那時候其實 多一考到一個程度之後 在最後那一小時 然後去報名其他人 那時候我沒有在考慮 然後我那時候就沒有在考慮 然後我那時候就沒有在考慮 然後現在回想起來 就有點後悔 如果那時候去 不要再去追求的最後一小時的時候 進去練一下考說這樣 對就是可能就是 甚至不一定要外師 台灣老師也可以 聊聊天 來自也可能會 會有一個口語 滲透期 滲透期 嗯 了解 天使呢 這個 題目是說 重來一次的話 有沒有什麼你想要改變的事 不管哪一個階段 我覺得 因為一開始我其實是在CAMP 對 然後我們就有兩個事 那他們兩個題目 其實還蠻好相處 對 就是會主動跟你講話 然後很活潑的這樣 但是就是一月之後就是 覺得他們有點 其實他們其實蠻瘋的 就會帶很多朋友回來 然後我又不是一個這麼 活潑的 就比較色孔 色孔 然後英文又不是講色孔 然後就會覺得 他們帶回來就覺得很 有點吵啊 會做一些違法的事 就是太瘋了 然後我就覺得很像 因為他們有很多 美國人嗎 對 一個是韓 韓裔 沒有遇到乾淨的美國人 我覺得這是刻板的 但是我沒有遇到乾淨的 你們這是樣本數 當一多之後就是可能N大於等於3 就是正確的 我覺得是正確的 我沒有遇到乾淨的 就是可以把那個環放在那邊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重來一次 你可能會 希望一開始就是住Canaways 或者是說什麼 還是說Day1你就搬出去了 所以不要住 其實這樣的話 其實會有點痛 我想說 沒有加入他們 沒有加入他們 對 因為他們很瘋 你是說應該加入他們的是不是 就是這樣的話 一起把 一起做 一起拍 一起張 一起張 打不贏就加入這樣子 對 就是覺得說自己還是很適合 這麼輕輕其實蠻好 所以你反而是有點就是覺得可惜這樣 有點可惜 應該要加入他們這樣 但你們後來有再聯絡嗎 他有時候會回無線從來 OK Howard你覺得呢 應該說其實比較後悔就是 就是交朋友吧 因為 因為說一個問題就是 這是給自己的一個藉口 就是 因為台灣人太多 所以變成說 幾乎都在講中 對 在講中 然後你上去認識的 你也認識都是台灣人 所以 都是台灣人 都是中國 對 所以等於說比較少去跟美國人接觸 但我上來是會有一些 所以 當時我也是住Campry 所以 但是我跟Campry是有時候 那時候也是非常好 所以那時候 所以其實這是有點消化一些 那時候 但是那時候其實跟上有很多 很多互動 所以 其實我會覺得 如果真的要來的話 不要 不要找台灣人 或者不要去台灣人多的地方 盡可能 可能要自己隔開 就是 還是有你有台灣的 比如說台灣的朋友 就是有點像是 你跟家的感覺這樣子 就可以講中文 然後比較舒服 對 但是可能你就是變成說 要花另外一半的時間去 去當地的朋友 所以我覺得 可能比較好的話就是 不要選擇 因為Campry 其實每個人 跟人之間 都很難 因為各式有各式的房間 像那時候做Campry的話 就是兩人一室 雖然你說隱私一定不會 但是其實是比較能的 應該要互動的事 或者像 還有另外一點叫 Sandberg Sandberg Sandberg還是說Riverville 在後面 後面一間 就是他們都是那種 OK 就是兩個人一間的 但是像Sandberg就比較大 6個人一個 大一個數 對對對 不過Sandberg可能 我覺得比較困難 因為他主要是給大學生數 他那時候一開始 你一開始也申請到Sandberg嗎 因為我是在想 搞不好會排不到 可以嗎 你申請得到 申請到 我申請到 然後這有感情 是公共運輸 它是公共運輸 是6個人 房間裡面是6個人 所以方便度可能還是 就是差一點這樣子 但是當然在學校是比較近 我不敢想想 浴室會長什麼樣子 好可怕 就是說就是 你可能要取捨的時候 就是看你想要 什麼樣的生活 因為如果想說 在這種環境 就勢必 英文一定會 絕對會緊箍 因為你沒有到個人 你即便 你覺得你是有很煩 你還是吵架 也要跟他用英文 對 你應該講中文 他就懂 對啊 就是比較厚的 比較厚的一頂 了解 所以那個 Alice覺得呢 我覺得是 選課上面 如果可以不要選一些課就好 我是理解嘛 不是理解 就是之前沒有機械系的術 然後讓你課到底跑步 哦 了解 所以就有一些 亞裔老師 亞裔教授的 雷雷的是不是 對啊 好煩 這個確實 是有點困難 那你現在要不要講一下 跟那個機械系後來學弟妹分享哪些課 我一點叫做學修那些課 哦 我唱子你就給我 跟你跟上 對啦 這因為我當一年 比你就給我當一年這樣子 會跟他們講 盡量避開亞裔 亞裔教授 但亞裔教授有幾% 幾% 然後機械系的話好像還蠻多的 蠻多的是不是 我覺得應該會到快要算一半了吧 要到一半 應該要到一半 因為這些系的課好像也沒有 可是如果避掉的話 還修得到那個 就是那個畢業學分還是可以 可以啊 只是他們選的選擇真的很少 哦比較少 這也是為什麼我會選的原因 就是不然就是 因為他會跟其他有一些系合開 像材料 材料材料材料 然後還有一些更多東西的開 所以那些可能是唯一可以 所以不一定要修機械 你可以去修其他器械 只要他們有合開就可以 合開就可以 合開就可以 OK 跟公共系合開這個一定要有 我第二個學生是這個方法 亞裔的升級不會特別高嗎 特別低 特別低 我修了那麼多 我最好覺得下來最低的都是兩張就是亞裔 真的嗎 我亞裔的老師比較能就特別高 好 那不一樣 科系不加性 其實是啥 他亞裔的課會硬得不得了 可是他不知道為什麼 非線性條分都出來了 哦 但是就是因為一開始太難了 然後說你太早 對就是會有這種狀況 當然科系不一樣也可以來有這種建議 我覺得花的時間跟solo什麼不成真不一樣 了解了解 對 那下一個我們就要分享說給學弟妹的留學建議 我們就直接從Ale這樣到 留學建議喔 對 想一下我會 英文就是能練好就練好 當兵先當 對當兵先當 會比較彈性 對 然後 還有 像他們講就是 不要怕去跟人接觸 因為美國每個都好外向 看網路那個什麼MDTI都說什麼 那個 愛人很少 因為他們是based on美國的數據 美國是這個很少內向的 然後來這邊說跟著每個人都 對 每個人都好會聊天 每個人都好外向 所以 然後我覺得是只要你願意去接觸的人 他們就會很合理去 把你融進去他們的圈子 然後跟你一直講話講話 就是會有很多在台灣 然後就會覺得說 既然都來了 就去嘗試一些在台灣沒有辦法嘗試 比如說抽 一些草本 就是都來了之後 就 真的有些是一些草本 就不要想太多 就不要想太多 就是先做了再想 先做了再想 要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 對 就是不要浪費掉這個紀錄 都在 就是已經在這邊 嗯 對 好為了 就是來之前 錢準備多一點 錢都會多一點 對 你想要在這邊過得舒服一點 就是 或者你想要 弄一點或玩多一點 當然 based都是錢 錢的問題 對 這是第一點 可是如果錢準備多一點 你是指說 建議別人先去工作存錢 還是說 貸款可以貸高一點 或者是還有什麼方法 就是聽說能貸過來的錢 越多越 哦 對 但也不用多到頭髮這樣 再來 大概初步 如果你知道玩得很舒服 大概 6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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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人 我沒有講這個 因為是台幣還是美金 台幣還是美金 我最新數據 我來這邊不到一年8個月 我已經花了220萬台幣 220萬台幣 而且我還沒有要回去 這20萬台幣 我不知道 學費嘛 幫助食吃 然後再加上玩 然後跟吃阿里亞財 通通220 目前為止 所以你們有算過說 如果是必要花費 就是像學費那種 要繳 大概可能那些是多少 扣掉大家就知道說 一百多元 一百二一百三十萬 沒有辦法美金是多 加生活費 大概五萬 就是一百五十 對 上五十 對 上五十 學費大概 學費到一百多元 一百多 然後所以 如果這樣子的話 你們覺得生活費大概 準備多少算是 比較OK的 我覺得如果是零 是 一千塊可以算過得蠻稀 你一千是指一個月 那所以如果整個時間的話 一年的話就等於說是 一千 一萬二的生活費 是這樣嗎 如果一整年的話 完整一年 一萬二的話就大概四十萬台幣 一萬二的話就大概四十萬台幣 但最低我們也可以一個月花三百 但是我們兩個人 兩個人就比較好 好 對對對就是舒服的那個 range大概是一千一個月這樣 大概一千就可以過得非常非常舒服 OK 可是一千的話乘以十二就是一萬二 就是等於說一年大概四十萬 等於說 所以學費以外再加四十萬就可以舒服的感覺了 那一百五十萬 喔對還沒有加 那個生活費沒有加出去玩 而且我的一千塊也是 還不怕我喊我 就是我是蠢吃飯 一千塊 你吃那麼多 都喊出去吃飯 然後比如說買一條 所以一千就是吃而已 就是只有吃這一下 就是十一住請只有十這樣 對對對 OK 這是什麼 我是蠢吃蠢出去吃的那一天 所以我去蠢口 我全部都買食物就買一百三十塊 但是你可以跟我吃一個禮拜 我吃一個禮拜 我們大家一起分 對啊 所以一起分 所以自己煮還是比較省一點 但是出去吃這個就很擠 喔對 就是要建議請在台灣學會怎麼煮菜 學會怎麼煮菜 對 可以來這邊再寫 我煮了一個雪奇的黑暗料理 這個雪奇開始有做掌勁 有做掌勁 這也是建議的點 然後還有什麼建議 就是 對我總結其實 黑人很讚 黑人如果有黑人的朋友最好 可是他們其實有nice 我覺得 其實米華記蠻多黑人的 所以蠻容易遇到黑人 只是說學校的黑人比例也許沒有那麼高 對沒有那麼高 但是就是不用排斥跟他們交朋友 他們其實都 中西部的黑人算是有上 對他們人很棒 雖然在路上也會遇到一些騎士 米華也是有 就是 就是學校的黑人多交是不是 對就是如果有機會遇到一些黑人朋友 不要先排斥他這樣 對不用排斥他也不用有什麼天見 這我同意 真的是非常 垃圾不分種族 所以那個 所以那個 對我們也會被白人騎士 那是一定會還好 這邊其實沒有大家想的那麼危險 就是照著放亮一點 然後不要走路把手機應該不至於會發生什麼 還是強逃快一點 對 一邊快就不會輸 一邊快就不會輸 你要說 你念UW在的位置就是在這個 牛仔機比較安全的地方 所以其實不用過多恐慌 但是要知道哪邊很危險 就會其實很安全 大概就這樣 好 都把他講完了 都講完了 我剛好實在有一個講 我可以講完 你講完 我一直幫大家討論 就說贊同贊同這樣子 那你要圖抽嗎 問題是什麼 而問題是說給學弟們的建議 建議 對啊就 剛剛講的差不多 就該準備的來 反正 不然就是一個決心 要來就準備真的要來 OK 那反正你來了 你可能知道你覺得對好不好 先來再說 就像剛剛Alex講 先坐再說這樣子 對 然後 該準備的 加上 該清新的 對啊 大概就這樣 好 那我們最後一題就是 其實算是每個人自己 就是畢業後 接下來有什麼 有什麼計畫 這樣子 那我們就從 你這邊回去嗎 還是要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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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開始也可以 你準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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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賣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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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還沒當地 所以找一個研發地帶的工作 OK 你已經找好了是不是 對 謝謝 OK 好險 好險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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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幫Alan講 他日記回去當兵之後 然後再去日本 他現在其實沒有遺跡這種 然後都不揪 對 然後都不揪 然後都不揪 日本不揪是不是 對啊 你明天說 全部當兵完 然後日本畢業旅行這樣子 然後那個光火 然後整個都光火出來這樣 不可能啊 那一年都長回來 四個月就長回來 四個月 就長回來 一個月就長回來 一個月就長回來 所以 好險不少 OK 所以延替啦 你要去哪裡延替啊 康蜜 台中 在台中 在台中是不是 那是做 玻璃的是不是 哦 OK 那延替要多久啊現在 一年半 一年半是不是 我算一年半 蠻久的 我以為延替 就是你也跑不掉 OK 可是你擺到那個工作 然後延替不掉 不過延替以前更久 以前我那個時候延替要三年 因為我當兵就要一年了 所以他延替就更久這樣子 可能是因為你們四個月對照一年半這樣子 那Howard接下來會的話 回去也是當兵 回去要先當兵 然後現在就是一直拼命找工作 就是看哪些公司運行德國當萬兵 當萬兵 所以就趕快賺錢我要還貸款 了解了解 這個 但我覺得也還好 就是你是先當兵 就是至少一個事情是解決這樣子 對啦 對啦 這樣可以是這樣 填遲你呢 只是回去 因為當兵 必須要找工作 必須要找工作 對 當兵 找圓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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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推 對內推 找工作 找工作 OK 誰呢 我現在是準備躺 在找 反正也是在找工作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在那邊躺壓力好大 這邊躺比較貴 對啊 那個想要 我也是找工作 對 就是最近真的不太好找 對 這整齊下來 感覺看起來好像工作大多 嗯 不是找得很找 今天很好都沒有 就是找不太找 H&G 對啊 異界嗎 欸 之前跟我找到工作 之前 有啦 之前還是有找到啦 但是 我是連忙的 我是 因為保安器可以留下來 就是想說很少 保安器好像也不是很好找 沒有認識的管道 沒有去台湾 我也想玩 我開始把它貼近眼睛 對啊 反正就是 就是下一步就回台灣 回台灣找工作吧 反正很想要來美國 我就再一個pish 或者是川普2024 但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就是 因為就是 質疑還蠻長的 所以後面也不知道你會去哪裡這樣 所以只是說這個時間點就是 也許不是 這時間點不是在美國 但是也不知道說一年後 三年後 五年後 是怎麼樣 對 我覺得就是 像你們就是要該當兵 就是要先把它解決掉 這沒有辦法這樣子 對 你要先當完兵 對 對 在光榮回國回美 簽下 這裡簽這邊 簽這個 簽這個 簽這個資源 這邊可以簽嗎 可以 女生也可以簽下去就有綠卡 他就簽下去 他就簽下去就可以簽法 對 我記得是這樣子 是假的 然後 這個如果你有興趣我可以介紹那個朋友給你認識 他先生也是陸軍 他要去阿富汗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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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貝斯這裡這樣而已 沒有 你進去當兵 美國當兵分兩種 就是你可以不打仗或者是 或者是預備打仗 所以你如果不打仗 就會一直在貝斯做事情這樣 你貝斯做事情 他就是 可能就是有義務要幫國家服務多久 那當然服務的同時他也可以給你高等教育的補助這樣 比如說他就補助你去念大學念碩士啊 念什麼這樣子博士之類的 所以其實軍眾福利一定是很好啊 這樣欸 你就大陸打過來 沒有大陸打過來我也不用回 因為他開始在美國 看你過來 我沒有啊 等一下如果選要打仗 你是不是要打仗 不要先打仗 打仗 對 這是一個方式這樣子 有些人是這樣做 不過對 有很多決定 有體能要求嗎 應該是一定有體能要求 身高要求 身高要求應該是沒有 應該沒有 沒有歧視到身高這樣 但是體能要求是 我覺得是合理 就是他們 因為是當兵就是需要那些體能 對啊 像 還蠻重的 對啊 這個我就不知道 對 體能訓練 是 好 可以 好 那今天我們大家分享就到這邊 有人還有想到什麼要分享 沒有 好 那就到這裡 好 大家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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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